每次我聽到那個紋身機器的聲音 讓我感覺特別舒服 我叫卓丹廷 我是一個紋身師在上海現在 每一個紋身後面都有一個他自己的故事 它不僅是一個紋身 它是你最忠於你的一個朋友 很多人都會不理解紋身 傳統一些的那些人 他們還是覺得有紋身的人是像壞人的壞孩子 我覺得我經常會做別人會覺得很瘋狂的事 但是我覺得挺正常的